利比亚历经世纪洪水进入灾后第八天 埋在后泥下的遗体瓢出腐烂气息 民众一见到镜头 可能就有官员带重机具来找家人 临时设置的医院里 接受治疗的灾民主着拐杖 幸运逃离死结却充满愤怒 路空两座水坝同时溃蹄 七公尺高的饿水灭城 让他与家人阴阳两隔 灾区至今什么都没有 幸存的灾民却不愿离开 另一边无人机空拍下了万人种 至少有三千具遗体 因为无力安置而就地掩埋 工作人员挖土赶着要造木 旁边还有穿着防护服的卫生人员 联合国先前警告 乱挖乱葬缸 可能污染水源 担心全案并蔓延 东利比亚政府率先隔离灾区 CN直指目前尚不清楚多少人死亡 属于利比亚东西分治 也让国际救难队无所适从 不幸的是有希腊医疗团赶来池源 却在途中遇死亡车过 6人死亡 TVBS新闻中央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